鱿鱼作为夜市里最常见的小吃 总是被赋予各种新奇的吃法 本期视频番妮就带大家了解一种鱿鱼的新吃法 大妈拿出已经处理过的鱿鱼 在淀粉水里滚一下 之后再补上面粉 然后直接扔进锅中油炸 别看鱿鱼的肚子补骨囊囊的 其实里面另有乾坤 每个鱿鱼里面都塞满了小黄瓜和白萝卜 这就是脆皮爆浆鱿鱿鱼 炸至金黄的鱿鱼 捞出来放入甩油机里脱油甩蛋 就可以切片食用了 作为一个很新奇的小吃 它的口味也是比较独特的 除了常见的蒜味和椒盐 还可以选择柠檬芥味 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味道 切片后的鱿鱼 淋上自己喜欢的酱汁 吃上一口 外皮酥脆 里面鲜嫩多汁 一口接着一口 根本停不下来 油炸物中带着小黄瓜和白萝卜的清水 而且每个鱿鱼都脱油甩蛋过 所以吃起来一点也不余命 这种塞满的小黄瓜和白萝卜的炸鱿鱼 一份售价是30元 不放黄瓜和白萝卜的炸鱿鱼是23元一份 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这种炸鱿鱼的新奇吃法吗